上集阿德、阿南搬出了屋 順利用萬三元改做新屋 他們住了就覺得很爽 但是搬了屋的小狗 又如何可以儘快適應新屋呢 貓狗搬屋對牠來說會是一個壓力 如果牠在一間舊的家 或者生活了很多地方的環境 整個世界對牠們來說是可以預測到的 你去到一個新的環境之後 一下子會有一點無所適促 可能會到處亂禁去廁所 會有機會出現一些分離焦慮的情況 離開了家的狗 就會可能瘋狂破壞咬自己 嚴重的事故是咬斷味也有 那麼大禍? 那主人應該怎樣做? 其實就是你一搬完屋之後 你會有很多紙皮箱、很多雜物 搬了入伙後就清理得到就清 見過有些人拖了一個月都不收拾 那些牠其實又會再需要時間適應第二次 如果牠有睡床或欄 或者是一些廁所的 那些樓倒就盡量留 一些小小自己熟悉的氣味 或者一些位置都沒有了 有一部份的狗就真的頂不住了 真的想去屬搭新屋 其實大部份都是一些事前的預備 那我就會建議牠做一個叫做龍內訓練的事 進去吧 雖然名字叫龍內訓練 但不一定是用龍 叫牠進去龍或籃或床上 然後讓牠們在裡面有些好東西吃 對一個空間有這麼熟悉 其實這個做得成功之後 你會見牠害怕的時候 自己都會躲回去那裏 就算牠整個世界都不行 這裏還是牠的地方 如果一去到家 其實都可以住人自己 帶牠們在家四處走圈看一看 大家不介意 都可以在家不同的角落 放下一些沒那麼容易變壞的食物 讓牠們自己去發掘 這裡放一塊 這裡放一塊 那邊 那邊 一來可以幫牠放電 二來如果你本身家 就更加會令牠覺得 那個地方會有些好事發生 雙重得益 挺好的 去到新屋 最怕狗狗不會去新廁所 小明就說 新廁所一定要放在狗狗的多眼位 如果小狗有定時 如此習慣 就更加容易訓練了 一起去廁所 來吧 來吧 差不多時間就放牠進去 等牠去完之後 你可以又是掌握牠 讚牠吃食物 然後去幾次 牠便會在那裏 長期混在這裏 有機會是 慢慢搞到牠害怕到室內空間 定時定後出去 跟牠當作休息 逛三兩分鐘回來 已經是整件事會好很多 小明還建議 入伙之後 最好要請幾天假陪牠們 最後一天 先認識一個 最後一天 見到牠們在新屋 懂得逛 懂得攤 還懂得睡 那就代表牠們開始適應了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 那個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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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